在历史上,由于地理等原因,中国和波兰一直以来都没有多少交集,因此我们和波兰之间并没有什么仇怨,可是在近代,波兰却多次刁难中国,同时还是近代唯一一个三次公开支持日本侵华的国家。 波兰第一次公开支持日本侵华是在巴黎和会上,当时中国作为一战的战胜国,在大会上提出了收回山东各项权力的要求,这时连欧美几大强国都没有发表任何意见,可是波兰却主动跳了出来,还公开支持日本接替俄国占领山东,最终导致中国在巴黎和会上输得一败涂地。 918事变之后,日本出兵占领了中国东北,这一举动在当时遭到了世界其他国家的谴责,而波兰却再一次公开支持了日本对中国的侵略行为,甚至还在某些方面为日本提供了一些可有可无的帮助。 1937年,随着卢沟桥事变的发生,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,面对日本的侵略行为,国际舆论都给出了强烈的谴责,可是波兰却逆流而行,再一次支持了日本。 对于波兰的所作所为,许多人都很疑惑,可是事实上,波兰这样做的原因很简单,波兰和俄国交界,并且经常受到俄国的侵略,所以在他们看来,只要日本成功占领中国,俄国就会被日本牵制, 从而使得波兰免遭俄国的侵略。 虽然波兰的如意散判打得很好,但是波兰最终的下场却很惨,因为二战爆发之后,仅仅一个月,波兰亡国了,成为了二战中第一个被灭的国家。